日食三條香腸,四神貼近你啊 香腸,午餐肉,火腿,煙肉 雖然很吸引,食用又方便 不過最近英國醫學委員會醫學雜誌 最新發表的研究報告說 每30個早死的人 就有一個是吃多了加工肉所致 會不會嚇到你不敢再吃呢? 研究追蹤了10個歐洲國家 有45萬人的飲食習慣和健康狀況 他們的年齡介乎35至70歲 平均被跟進接近13年 研究追蹤期間有這麼多人過身 數據顯示每日吃加工肉多過160克 即是大概三條香腸的人 比每日吃少過20克即是大概一片煙肉的人 早死風險高成4乘4 死於心臟病的風險就高7乘2 死於癌症的風險就高1乘1 研究亦都發現 撇除不健康的生活習慣 例如常日吃煙、飲酒、小運動 加工肉仍會增加早死的風險 因為當中有兩大致命因素 加工肉混合了不適合散外部位的肉 這些肉的脂肪含量特別高 部分沙落尾腸的脂肪含量高達5成 很多都是阻塞血管的壞膽固醇 不論煙燻、鹽液或用酵酸鹽防腐劑都已出事 不過要吃的話不是不行 研究員就說每日可以吃少過20克的加工肉 即是一塊煙肉差不多 當然吃這麼少肉哪夠呢? 吃新鮮肉吧 吃瘦的紅肉用烤的方法做 沒那麼傷心臟 吃雞、魚和豆都可以攝取到蛋白質 你知道吃雞肉用烤 是我們 Rise Your Call 走成